这一节我们谈谈禁风和资源股 见到禁风股价非常厉害 下年升第四天 今天再破顶 已经去到74.5毫升 美市还升了6% 当然我们不单只是谈禁风 因为我们今天围绕着大行对于金属资源 未来的看法 究竟如何扔进股份 如何去部署 都会一次过去看看 其实见到环球商品的价格 累计都有一定升幅 当然就由疫情之后的底部开始计上来 反弹幅度就非常强 但最新的麦格利预测 明年上半年 中国的金属资源牛市都可以持续 长线就看好电动车相关的资源需求 当中最要看好就是里 其次就是同属电动车工业相关的沽 之后才看传统金属 例如铝、铜、黄、黄金 未来当然大家都看着就是疫情 疫苗慢慢开始接种 开始出来 KK是否都看好 未来先说大宗商品市场 这些资源的商品 你来说未来 是否还可以保持牛市的格局 在明年那个投资主题 就讲经济复苏 那你有疫苗之后 就加速全球经济复苏 所以在经济复苏的初期 那无论是银行股份 甚至乎是资源股份 那那个需求都会大了 那那个基本金属的基本格格 其实都会上升 所以这个就可以是 当明年一个很大的投资主题 那一定是会利好它们整体的格格 而今年又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今年是一段时间 是经济有些停顿 就是以环球经济去看 而个别 就是如果你在矿业也好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工厂 不可以停机那类型 因为一些矿一停的话 基本上你开回成本会很高 有些就经营不了 所以产量亦都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令到价格上升的机会 亦都很快 所以你见到今次 如何经济一回升 上来的时候 需求一带动 很多东西都贵了 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明年的整体资源价格 应该普遍向上 甚至乎是有些 挺超乎现实的上升 如果这样说 是不是资源股 接下来的行程都会不错呢 我们逐篇说一下 刚才提到 麦格尼最看好的当中 就包括有个里 这个东西 他们就觉得 里价今年下半年 都有个温和的反弹 觉得明年环球的电动车市场增长 都有成四成半 那么多 所以觉得就是那个里价格 应该可以继续上涨下去 持续到那个需求的方面 但是拍下去就是那些禁锋利业当中 就是你看过股价 他们当然都摆在 就是金属资源股的首选 就是这么强细的股份 还会是他们看得最好的一种金属 但是那个评级和目标价 暂时就维持不变 另一间行销上也有说 就是上调未来五年里价的预测 10-25% 我都看得挺好 但是对于禁锋的评级 就是由沽售上调到中盛 上调了目标价99% 都是看得69元 就是现在34.4元 已经是高过上人的目标价了 如果这样看来说 理价大家都看好了 但是拍下去 禁锋这只股份身上的股价来说 似乎大行又不是真的看得这么乐观 没错 因为禁锋和其他一些资源类股份 最大分别是 今天不仅是今年已经炒 是去年你看到长时间 它的股价都处于一个挺强势 今天有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概念 而在禁锋 其实你说它们的产品 也都不是完全受惠着上游价格上升 它们都是计算一些产品 它们需要的量去增加 所以如果它不是真的有很大 或者是完全做上游的李康山那类型的话 那你那个目标价未必会调整得很多 那也都不排除这个股价 就是现在的现价已经是反映了大部分 但我觉得在今年和明年 整个环球市场的资金都非常之大 所以对于它的高估值 而令到它的股价可以再向上机会 也都不需要说太多担心住 现在就贵买贵买的 也都是因为这样 不排除禁锋 就是禁锋可以维持一个很贵的股价情况 股份今天有突破 也都是有些成交的 所以呢 大航目标价就未必很影响了短期的走势